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质疑也跟着来了 什么五万吨是大是小啊 为何不用弹热气啊等等等等 所以咱今天就总结五个网上被讨论的最多的问题 给大家一一解读 讲道理 估计不少军迷都搞不清排水量到底是什么吧 排水量其实有很多种 每一种排水量都代表着战舰在搭载着一定燃料 弹药等不及品质的重量 例如之前的辽宁号 标准排水量状态下其实只有46540吨 只有在满载排水量情况下才有61390吨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国产航母这个五万吨到底指的是什么排水量 姑且以现代战舰通常使用的满载排水量而论吧 也就是说国产航母的标准排水量大概在四万吨左右 满载排水量才是五万吨 比法国的戴高乐号要更大 但是要比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更小 第四问 比辽宁号要小 那战斗力呢 诸位有一事不明 苏联人的航空母舰其实根本就是浪费排水量的典型 而辽宁号正是以苏联的瓦联格号翻新改装而来的 苏联人为了让航母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装了太多的导弹占用了大量的排水量 如果仅仅以评价航空母舰的标准而论 6万吨的辽宁号其实根本就不比4万吨的戴高乐号更强 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不一样 如今中国海军已经拥有了大批的新式驱逐舰 完全可以组成美式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航母自己的排水量也就可以节约下来了 因此国产航母的舰载机也差不多应该是40架左右 在载机量相当的情况下 国产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应该与辽宁号持平甚至有所超过 第三问 为什么不用核动力或者弹射器 不用核动力的原因其实有两个 一是技术难度和造价太高 另一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核动力航母在性能上的优势 其实就是能够以很快的航速持续航行 而常规动力的战舰一旦超过了巡航速度 续航力就会成倍的大减 中国既不要求航空母舰像美国航母那样 拥有多大的续航力要潜出到海外 也不需要以冲刺速度狂奔几千公里 根本就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 不用弹射器的原因也是两个方面 一个同样是技术可靠性和造价 二是舰载机和飞行员都不是按照弹射起飞设计或者训练的 目前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是在辽宁号上进行了训练 练的就是滑越起飞 第一艘国产航母采用滑越起飞 可以让这些飞行员迅速形成战斗力 弹射器虽好 但第二艘 或者更合理的说应该是第三艘国产航母 再用也不吃 第二问 中国需要多少航空母舰 海军官方曾表示 中国需要三艘航空母舰 一艘在海上直勤 一艘在港口维护 一艘负责训练任务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挺保守 舰机早已老旧的辽宁号 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实战价值 只能担任训练任务 而我们如果东海和南海 只用一艘航空母舰去知勤 其实也根本照顾不过来 因此我们认为 中国实际上需要四艘航空母舰 一艘负责在东海知勤 一艘在南海知勤 一艘维护保养 一艘训练 而最后这艘训练舰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也就是辽宁号 第一问 战斗力到底有几成 国产航母的战斗力 肯定是比不过美国的超级航母 任何用5万吨的船 和10万吨的船去比较战斗力 而且还能得出5万吨更强的说法 都是扯淡 我们真正需要比较的对象 是同为中型航空母舰的 戴高乐机和伊丽莎白女王机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我们的国产航母肯定是无法 搭载预警机了 这样一来呢 与能够搭载E-22预警机的戴高乐号相比 就会有一些劣势 只能靠我们目前全世界唯一的重型战斗机 歼15的作战半径搬回一程 而与同样无法搭载预警机的伊丽莎白女王机相比 由于歼15的作战半径远比F35B要更大 因此在打击范围上就要大很多 反应速度也更快 因为飞机飞得快 但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航空母舰通常不用走着太改 完全可以得到暗级预警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国产航母就将拥有仅次于美国超级航空母舰的战斗力 完全能够压制伊丽莎白女王机 相比戴高乐机 也会应该歼15的作战半径更大 而占据优势 好 一唱五问 我们就到此为止 总结而言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这艘 五万军级国产航空母舰的最真实写帐 毕竟中国迈出航母过程化的第一步 一定要走着坚实稳重 绝不能像印度那样 好高无远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请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军榜 第一时间观看最新一期的节目 并参与投票 选出下一期我们的节目内容 至于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呢 有本事嫁我的公众号来喷我啊 嗯好吧 说的正经一点 不认同我们节目排名的朋友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好我们本期的榜单就是这样 您是否好奇 我们下一期为何物排名 又是如何排名的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